我昨天也说了,可能会解读一下在群里面 有人问对俄罗斯战争对中国的国运的影响 问得比较大,其实对中国有没有影响 当然在我群里面肯定很多都看到了,看到我解读那个挂像 但是今天放在这里解读一下,因为毕竟有很多人不在我群里面 而且坐在这里面,就是坐在这个频道里面,还能增加一点素材 因为毕竟我也欢迎大家加我微信,或者进我的群 然后问一些时事方面的挂像或者事情,你很关心的 或者你突然想到的,突然心动的一些事情 你来问的话,大家去解读一下 既能够对未来有一个判断,也能够增加我的素材 也挺好的,所以我欢迎大家多给我互动 但是今天咱先讲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当然说是对中国国运,其实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及中国能不能获益,能不能受益或者是受损 今天就解读一下 这个挂像就是乌克兰战争对中国国运的影响 然后中国是受益还是受损 然后是群友问的,群里面一个朋友问的 所以说咱就看看下这个挂像 说是对国运,其实是对中国的影响 或者是对中国积极未来的影响 对中国发展的一个影响,是这个意思 咱现在就解读一下这个挂像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挂像呢 就是刚才也说过了,就是群里面问的主题 群里面群友问的,就当时你看这个是2月28号起的 也就是当时大家对这个乌克兰俄罗斯还是很关心的这个战争 讨论也比较激烈,所以说专门就问了一下 问这个俄乌战争对中国国运的影响 也就对中国未来一个影响 以及中国到底是受益还是受损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可能会受益 所以说咱解读一下到底会不会受益 很多人记得就是说呀,这个可能 这个什么,资金会流到中国来 咱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挂像是这个 第三千挂变昆维帝挂 你就是说对这个俄乌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这个挂像是第三千变昆维帝挂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估计没什么印象的 在很早之前,就是2020年之前 我解读过一个 中国会不会什么时候收复台湾的一个挂像 就是第三千变昆维帝 跟这个挂像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这个挂像 当时我也说过这个挂像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挂像 为什么? 因为千挂呀,它有两层意思 千挂 第一个就是象征的是谦虚 悲退之意 有谦德之君子万事皆能亨通 而且行谦有始有终 就是谦虚的意思 而且千挂 我昨天好像什么时候我还提过了 千挂 对,我在群里面解读的时候也说过了 千挂 这一挂其实就是六十四挂中唯一一个 每个摇位都是激励的摇词的一个挂像 就是六摇阶级 这是六十四挂里面 只有这一项是这个 就代表着就是 谦卑是最有益的一个处世为人之道 就这个意思 而且我们知道的话就是在那个 有一个电影里面 了凡四学里面也讲过 云谷慧禅师在告诉袁了凡改运的时候 改命的时候 也告诉了千挂六摇阶级 就是做人一定要谦虚 怎么样呢 所以说这个千挂出来之后 就代表这是一个好的挂像 就是每个摇位都我们都不用担心 是激励的 然后其实这 其实这两层意思就代表着 一是指谦虚 接人待物不狂傲 平一近人 另外就代表着这个谦让 不与人针锋相对 谦让容忍 鞠躬而不自夸 先人后集 就体现这种谦让的精神 所以说这个挂像出来之后 我就代表着 可能给我们现阶段 我们国家处理世界事物的一个态度 还是要吻合的 就是说明是一 鞠躬不自傲 然后一谦让的一种精神 那也代表着我们不会冒进的 就关于这个俄欧战争这些事情 在表态上我们也是很谦虚的 我们哪方也不得罪 就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下面这个谣词 这个牵挂的谣词是说 亨君子有忠 其实也就是通态 君子将有所成就的意思 然后这个谈词说的是 千亨 天道夏季而光明 地道悲而上行 天道窥盈而易迁 地道遍盈而流迁 鬼神亥行而夫迁 人道恶盈而好迁 千尊而光 悲而不可逾 君子之忠也 其实就是对谦虚的 牵挂的一个功德的一个阐述 简直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最好的一个挂像 就是具谦让之德的君子 可以畅行天下而无往不利 这正是如天在上其阳气下降 能普及万物带来光明 而地在下其阴气上行 与阴阳气交合相得一张 也就是阴阳交汇的意思 自然界的万物也遵守千让之道 人类的道德标准是厌恶 骄傲自慢而宠尚谦虚的 地位高贵的人 就是你国家很厉害的话 若能谦虚 有谦让之德的话 他的道德也会 就是有 也会就是显光辉 地位卑下的人 若能谦让的话 也就不会与我理智法度了 这就是说 有谦德君子的人一定会有好的结局 也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处理这个事情 没有越过我们自己 该做 就是没有越过我们自己的本位吧 不出位 就像有的国家不出位 像美国一样不出位 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上 就是这个事情对我们的影响上 因为我们没有超越这个我们的本位 没有出位 没有不出位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就不会受到影响的 那就是一定有好的结局的 就能挂象来说是这样的 而且他向右说 地中有山千君子一扑多一挂 称武平师 也就是可以知道就是讲这个挂象的 这个这个地山千这个挂 我们看外挂 就是上面这个挂为外挂 为坤为地 内挂为梗为山 也就代表着是山在地中的意思 就是地中有山 内高而外背 就是我们很有能量 我们也可以左右占据 或者我们可以有一定的话语权 也有这个能力去去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就不做 居高而不高 是内高外背的一个情况 这就牵挂的一个挂象 所以说就是下面说的是 君子官司挂象 以谦让为怀 采取多余 然后增益 缺乏的 衡量财物的多挂 而公平施语 那也代表着我们现在 在调解事情 或者对待事情上面来说的话 也是就是不会去 只顾自己 然后或者是只求索取 不求付出 而是扑多一挂 就是让少的人 给予多的人 可以进行一下平均分配的意思 总之就是说 就这个挂象来说 我们就是很谦卑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 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而且也是我们一贯的行为准则 而且我们可以看这个动摇 因为一般看这个挂象看完之后 就要看摇词 看哪个摇位动 摇位的变化 摇词含义也代表很多意义 身积照于动 所以我们看这项摇词 就是说三摇动 三摇动它的摇词是 劳谦君子有中级 相由劳谦君子万民福也 也就是啊 亲劳而谦让 这样的人将会有好结果 凡是激励 这说的也很像这个中国的一些 或者我们中国老百姓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 一些精神 就是很清劳 然后还很谦虚 这样的话 必然会凡是激励 会得到好的结果 而且相词说的是 劳谦君子万民福也 就是亲劳而又谦让的君子 万民净福 这也就代表着这个 从这个摇词出现 我代表着就包括这个挂象的显示 代表着我们就这个行为方式 是能够让很多人信服的 而且从挂象上看看 九三杨摇 也就是这个洞摇 是居于岗位 就是在下挂的最上面 而且居于杨位 杨居杨位 就为德位 西居 也就居下挂之上 是为公侯之相 全国最高的这个 又为六五摇啊 又是 银居杨位 就是代表着 市摇嘛 代表着这个 军委为领导 五摇为领导嘛 银居杨位代表着 有李贤下士之德 就代表着我们 对待这些 别的 不如我们的国家 或者别的小国家 或者是能够平等相对 李贤下士 这也就是为什么能够 劳谦君子万民福业的一个意思 虽然领导人虽然说你很有实力 但是你不能 不是以刚硬的态度 去对待别人 而是以李贤下士的态度 去对应别人 所以说才会让万民福 这样一个意思 而且万民福 刚才也说过了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 出世的态度和风格 也就是低调谦逊 而且整个民族有勤劳 又谦让 就是说明勤劳代表着你 就是经济各方面 还都可以嘛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 让很多人信服 其实也就代表着 我们的所作所为 或者在这些 这些事情 国际事务的处理过程中的 这个态度 能够让我们 在国际的影响力 会进一步加大 尤其这个事情来说 会在影响力 会进一步加大 万民福业 这万民不止是国内了 因为这预算的国际事件 可能会让 很多国家就是 更加信服的意思 就在这个俄乌战争 这个事件呢 这个对我们的影响上 可能会更加突出 我们的这个作用 影响力 接着我们就再看一下 未来的影响 就是现在是这个状况 再看一下对未来的影响 或者对这个对我们国际 或者对我们国家 发展的一个影响 这个就我们看姚伟的变化 这大家经常看过视频 都知道 姚伟的变化 能够看到这个 未来的一个发展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姚伟变化 对着未来国际 或者未来决策的一个影响 看这个下一个姚伟 就代表六四 叫无不利挥迁 就是无所不利 只要奋勇之前 而又谦虚谨慎 就是就是无所不利的 向右说 向说 是无不利 规迁就是说 只要奋勇之前 而又谦虚谨慎 因为这样才不会违反法则 就代表着我们下一步的这个 决策或者说行为准则 这一块 或者对我们的影响 也代表着我们不会有 有超越我们底线的事情 也会谨守法度 所以说也会保持一个很谨慎的态度 所以也会激励的 就下一步来说也没有多大问题 再到下一步的时候 也就进入这样一个谣词了 代表着不负一七零 利用侵法无不利 也就代表着是贫穷 是由于敌国的侵略 应该对之讨伐无所不利 这是一个解释 还有解释是 虽不富有 但是能得到邻居的支持 实意进行征法 不会有任何不利的结果 也就是代表着 这个俄乌战争 这个事情 对我们国家的决策影响 也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战争 以后对不服的人的一个征法 比如这个 像说的是 利用侵法 征不服也 就是意思 有利于征战讨伐 因为征讨不服从 因为征讨是征讨这些 不服从亡命的人 所以就代表着 就这个事情对我们未来 征法这些我们不服从亡命的人 是很有利的 从开始的 劳千君子万民服 到最后无不利 就是开始不超越自己的法度 直到再下一步的话 就会对我们征法 不服从亡命的人 也会有帮助的 就是这样 对我们的影响 是逐步逐步 有来有好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看下一步 就是最上面 也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是 是明千利用行师 争一国 意思就是明智而谦让 出兵征法一国 自然获胜 这个就是 基本上就不只是争不服了 而是出国要征法了 而且像是说是明智而谦让 像是说明千智慧德也 可用行师争一国也 就是明智而谦让 尚不能感化一国 德行其志 就可以出兵 争讨一国了 就是我们这样的态度 你还不能够感化 还给我们为敌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争讨你了 谦虚的美德名声远扬 利欲出兵 征法附近的异地 来抵御来犯之敌 说白了就是 以前我们只用来这个 征法 我们通过谦虚谨慎 激励我们的实力 然后进行征法这些不服的人 然后再征法这些不服的国家 其实就是已经开始 抵御来犯之敌了 争一国也就是抵御来犯之敌 已经就是代表着 已经可以聚低于国门之外了 就最终的对国运影响的话是 先从国内征不服 或者附近的征不服的 不服征亡命的人 然后最终会 遇敌于千里之外 遇敌于国门之外 就是这对我们的影响 最终也是好的 而且最终影响到我们决策 我们的战争的一个决策 对国家安全的一个影响 也是越来越好的 这是挂象的一个情况 就是摇位变化代表着 对我们这个国运 或者国家决策的一个影响 然后这个 其实这个事情发展 我们还知道 护挂也代表事情发展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护挂 最终是影响的这个 中间的影响是影响的具体细节 是怎么样的 看一下这个护挂 这个护挂呀 第三千的护挂也是雷水解 不知道昨天看我视频的有没有 昨天看我视频的就应该知道 昨天那个北约会不会参加战争的护挂 也是雷水解 就代表着这个事情中间的话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北约那边 其实北约那边 当然欧盟那边占很绝大部分嘛 北约那边的态度 跟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态度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一样的 都是雷水解 当时我也说解可能代表调解的意思 就是跟北约的挂一样一样 说明这两边两大集团啊 基本上表示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这个雷水解我们可以再解读一下 就是解是立西南无所往 齐来负极有优往素极 就是说立于西南行 但是若没有明硬的目标 则不如返回返回激励 如果有目标 就早行早行早激励 就这个意思 至于为什么说立于西南这个团词有解释 就是解挂代表着就是 立西南的话是因为西南属于坤挂的方位 坤表示柔顺又表证众多 就代表着按坤道柔顺的方法来做的话 是可以得到群众的支持 就是无论是北约还是中国这边 所做法都是选择一种柔顺的态度 柔顺的态度 也像大家大多数都能接受的一个态度 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处理这个事情 或者来面对这个事情 或者对这个事情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柔顺的 然后再看这个像 像说的就是雷语做解 君子一赦过犹罪 就是上为阵下为坎万 雷语并做化一万物 这就是这个解挂的象征 而且从君子观此向可以赦免过失宽有罪人 也代表着我们的态度还是给北约是一样的 就是绝对不会参与 对我们影响也影响不到哪里去 我们只会去做调解 柔顺的调解 这就是对我们的影响 或者我们面对这个事情所处理的一个态度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结果 一般变挂为结果 这个变挂是坤为地挂 坤挂这个挂是 上下都是这个坤 上挂为坤 下挂为坤 坤象征着地 坤挂象征地顺从天 就是称载万物 伸展无穷无尽 就坤挂的一个象征 坤挂是以此马为象征 就是表明了就是地道生育 抚养万物 而又一顺天时 性情温顺 说明这个结果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有一种大道通天的感觉 而且这个坤挂 我之前解读说过这个坤挂一变的话就是 中间都是阴摇代表柔顺 就是没有刚硬的东西 就是代表和平柔顺的意思 而中间这个全部全部都是通的代表大道通天 所以说代表未来是通畅的一个状态 而且是柔顺的一个状态 而且坤挂还讲就是先迷后德 证明昆顺从浅一到浅 依据浅道才能把握正下的方向 遵循正道 说白了就是西南或者柔顺这个结果或者西南这个方位 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我们要前往的 而东北这一块是我们不利的 或者我们不追求的一个事情 团词又团词 其实就是志在浅缘 万物滋生 乃顺成天 昆德后德和乌江 这一切都是在赞颂 这个或者解读这个坤挂的功德的 其实也就是讲这个柔顺的功德 或者厚德在物的一个功德 这个我们就不做过多解释了 因为坤挂也代表顺 说明这个事情最终对国家的影响是很顺利的 或者说未来是很和平的 然后未来这个发展也是大道通天的一个状况 而且是先迷后德 而且西南得棚乃与类型 就是说希望西南方向能够找到同类 东北丧棚乃中有庆 就是东北虽然是丧棚吧 但是会得到喜庆的东西 安于正道是吉祥的 是无边无际 是与无边无际的地道相应的 地道就是顺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未来的国运的发展 影响也是以顺 以和平 以这个柔顺为主 就是以最利于自己的方向去发展 就这个情况 这个相似就说 地势坤君子以后德在物 也就是大地形式平铺舒缓 顺乘天道 君子观词挂象 取发玉地 以后行的德行来承担重大的责任 就代表未来的情况是一马平穿的 地势坤吧 平铺舒展 就是顺乘天道 然后呢 也代表着可能未来我们的责任可能会更大 以深厚的德行来承担重大的责任 就是君子以后德在物 可能代表着第一 代表着影响力增加的话 也承担的责任也更大了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挂象的意思 不过我一般情况下看挂象也会看下六摇 所以说六摇其实看的更详细更直接 就是你对国运的影响 以及对你的经济影响会不会受损或者受益 那这一块用六摇看其实更直接更更详细 挂象告诉你是一个大象 是一个发展的规律 有一个一个世间的规律 或者一个正确的方法 你为什么这么发展 但六摇告诉你就是很细节的东西 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这个六摇的话就是子孙吃食 就是从这个战争对我们影响来说 也就代表着子孙吃食代表着影响根本就没有什么 就是解决代表着我们绝对不会参与这场战争 因为子孙就是客观鬼嘛 观鬼代表战争干戈 子孙客观鬼也就代表着我们绝对不可能会参与这场战争 子孙也代表平安 说明这个事情影响不到我们 我们的发展还是以我们既有的路线的发展 而且世耀子孙而且还比较旺 因为任子日这个世耀属于害水 都是水旺的一个日程 所以说就是客观鬼的力量也比较强 就代表着我们是不可能 战争战争不可能影响到我们 我们也不可能会卷入这场战争 其实就是这个挂象问的是 这个影响不影响我们国运 按照国运来说 也就是代表 其实在普世日农里面也就是问的就是年时 所以说我这个六摇基本上用的是年时里面的 条文来断这个挂象 在这个普世日农里面说的就是 身赐福德七年必获迹象 普世日农里面喜欢讲挂身嘛 当然咱们也可以理解为世耀 就是子孙吃世的话 对年时来说是好的 其实在 昨天解读的时候 我也提这个提这个条文了 就是子孙为福德 生财克鬼神 就是能生你的 对你的经济有好处 但是对你的灾难能够克制 所以说若得旺动年必丰熟 虽然没动 但他吃世了 而且也比较旺 所以说代表着就国运来说是年必丰熟 国政民安 也就是国派民安 官清太平万物显恒之相 就这个挂象 子孙吃世问国运的话 那绝对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就代表着战争是影响不了我们的 而且这个挂象啊 就是子孙吃世不说 还得到这个兄弟这个动摇 下面这个是兄弟动摇 就是这个兄弟发动 兄弟发动一般情况 他是生住这个子孙的 生住子孙摇的 所以说也就代表着这个子孙更加旺盛了 就代表着还是国泰民安 就是五谷丰登万物显恒之一 所以说就是从动摇来看的话 也代表着这个对我们国运不但没有影响 而且还我们国家还是很顺利的 就这个战争来说是这样的 而且还是这个子孙吃世五摇嘛 代表是帝王之摇嘛 代表着君主 五摇为天子之位嘛 是不义动来行克世摇 但这就临世摇 不义来克他的 如果克的话就是受朝廷盘割 但是若临福临财的话 就代表着必有君恩 就是国家必定有好的政策对老百姓 这正好临福 福就是福德就是子孙的义 正好临子孙 可能代表着就国运来说 可能未来我们会有一定的这个政策 对于老百姓来说 可能刺激经济或者是发展民生吧 就是这个是要子孙吃世的一个情况 而且这个太岁太岁其实就是今年嘛 任一年就是引用 引牧嘛 这个挂财 财谣为牧 所以说代表着这个子孙吃世 财谣又临太岁 这基本上这两个 这个预设岩石里面 两个很好的因素都占都占据了 因为太岁呢一年之主 威育子孙七才为基 其他皆非激励 所以说太岁临子孙或者临七才是好的 我们今年临七才 所以说从这挂项看 国运这一块的话 嗯 战争不但影响不了 在国运这一块还会促进更进一步的发展 经济还是有发展的 不过这个挂项问了呀 还是这个 经济会不会获利的问题 还问了一个 会获益还是受损 指的肯定经济方面 所以说还要来看 财谣这一块 到底是什么情况 所以说 就是用财运这一块来看这个事情 首先子孙吃世 对于秋才来说肯定好的 因为子孙为财运 生子孙客观鬼 就是生财之远生财之道 所以说子孙吃世 经济这个肯定没问题 就是获益这一块 应该是有所获益的 就是也利于经济发展 也会有一定的获益的 但是获益具体表现在哪的话 我们可以接着看 但是就是这个挂项最终是兄弟动 兄弟动的话 他兄弟也有两个特性 就是兄弟为 为这个客财之神 他客财但他生子孙 而且兄弟化 动画这个财摇 兄弟化财摇也代表着就是求财 反复难得之相 所以代表着经济可能会有好的发展 但仅限于财源方面有好的发展 就是潜力方面 你这个预期比较好 但是实际没有获得这个财 甚至还要破财 求财难得之相 所以说说这个战争 我们有没有获实际的利益 没有 只是对你的经济发展会预期比较好 对你的财源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投资 这些东西比较好 但是你真正现实的获利是没有的 而且兄弟发动 又化为财也要代表着你求财反而比较难 甚至于还代表着你有一定的损失 就是你还有一定的经济支援或者经济损失之类的 所以说我理解为可能这个战争 未来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代表着 未来要做出一定的经济支出 可能就是未来会支援这些战后重建之类的 比如乌克兰 比如俄罗斯 估计乌克兰可能比较大 可能会为战争恢复进行买单 这也是中国喜欢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 就是兄弟动 虽然说财源财的原神方面 是有帮助 但是并没有现实的经济利益 直接利益 比如说美国就有 直接卖军火 我们是不会这样的 而且我们可能还要付出一部分钱 是这样一个情况 不过在别的书里面还说 财化兄弟先聚后聚 兄弟化财先散后聚 所以说这个画像 兄弟动化财药 也代表着 这就是一个先散后聚的一个情况 而且就是说 你先把钱拿出去 然后才能得钱的一个意思 就相当于一种投资 就是说可能我们所做的这些投资 这些援助之类的 最终会为我们带来一定的收益 但是不是立马就能见效的一个收益 或者说我们花出去的钱 是一个有回报 或者回报很高的一个付出 一个投资 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就是兄弟化财的 所表现的一个情况 代表着一个寓意 就是而且兄弟是 刚才说生子孙嘛 就代表子孙为财源 就代表着这些付出 对未来经济的增长 说未来经济 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 对未来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是这样 这就是兄弟化财的一个显示 而且就是我们可以看下财药 在这个方向里面财没上挂 而且你看财还临空 日空银卯财还临空 财又空又不上挂 兄弟洞的话 对财来说是必刻的 就是说虽然刻财 但是财没上挂 反正刻不住财 这代表着什么情况呢 不代表中国没钱 因为这个太岁跟月份都是零财的 所以说挂上无财 但是年月日里面有财的话 也代表有财 但是挂里面财没出现 兄弟洞的话 他刻的一般是挂药里面的财 就代表着我们可能付出的 不是真金白银 而是一些兄弟洞 代表一些人力体力 或者这方面的帮助 所以说我根据以往的中国的习惯 包括一带一路的习惯的话 会不会 可能付出的是一些 直接的基础建设之类的 并不是拿钱去撒钱的一种行为 有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财不上挂 可能代表有财有必客 代表着可能我们只是 对别人的援助就是 出人处理 帮你搞建设 并不像以前一样 我大撒钱 有人说大撒币 可能不会这样做了 这就是财不上挂的一个原因 不会拿钱再去支援你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啊 比如说像乌克兰 不知道他们政府会不会倒台啊 就是现在来说 很多都说他的政府贪污怎么样呢 你直接的帮助 你拿钱倒不如直接的帮助 拿钱可能都被既得利益者给贪了 也有这种可能 这就代表着这个中国在 就这个整个卦象代表中国在经济方面 并不会直接获益 但是会在长远发展上 获得很大收益 也就在财源上是有帮助的 生财这方面是有帮助的 当然了还有人会问就是这个战争 这个卦象有没有预测的战争 资金会不会流入中国这一块 从这个卦象看看 这些资金就是 即便是有资金流入的话 并不会给我们带来经济收入 它只带来的是一种经济方面的动力 也就是生这个财源的 生子孙财源的一个情况 是对未来发展有帮助的 但是我们前期反而要付出一些这个支援 就是要损耗一些钱才进行支援 等于是总结下来就是不但不手艺 反而要损耗 所以说这个卦象整体的算下来就是 第三签嘛 代表着中国在这个世界里面 会保持谦逊低调的一个处理方式 而且整个过程如何的劝解归主 所以说对我们影响是不大的 说最终结果的话 也会是以柔顺的德行 让万民信服进入扩大自己影响力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处理方式 所以造成我们影响力更加扩大了 其实也就是君子以后得载物 或者万民服业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战争啊 不但不会影响我们国营 而且还会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而且这次俄乌战争 还会有利于我们以后 争不服 也争的也不服从的地区 对统一国家是有帮助的 以及未来最后的时候 对于这些距离于国门之外 或者我们走出去 对吧走出这个捣链控制之类的 都有帮助 就这个战争 对我们不但没有不好的影响 而且还有好的影响 就对这个安全方面 国家未来的丑化方面 是这样一个影响 而且从这个方面来说 就是子孙辞实 代表中国不会减少这种战争 而且继续保持自己的战斗定力 继续国泰民远发展经济 从受益方面看看 这种战争是不会让中国直接受益 或者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是不会的 而且还会让中国付出一些 资源建设方面的力量 也就是先让你受点损耗 但从长远发展来看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是有很大帮助的 也就是这个战争 对中国国营的影响 是对未来 对经济的影响 就是对未来的发展很有帮助 但是现阶段还在付出 总结下来就是先散后德之向 就是先付出后有回报 也不能说我们 其实直接说就是会有损失 会有经济上的损失 但是损失不大 可能是一些人力方面的援助 但是这些援助都能收回回报的 甚至是回报的远超你的付出 就这样一个结果 有没有影响 肯定有影响 但是影响的好的方面居多 坏的方面几乎没有 长远距离来看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行这个画像解读完了 看来中间没有出问题